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癌症是可以自愈的 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本来我们可以不得癌症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四十多年前 过去凡是得癌症的 或者其他疾病的 基本上都是偏失 所以 敲失者容易得癌症 或者说 过去一些有钱人和那些相扑大力士们 吃东西非常偏颇 才得糖尿病 这些是造成现代病的根本的原因 而现在我们每个人都会得癌症 得糖尿病 这就太不可思议了 其实 原因已经和偏失无关了 因为我们的农业出了问题 现在不管我们吃什么都是会是偏失的 这是最根本的原因 刚开始我没有想到 倒吸神水可以治疗癌症 一次偶然的机会 当时我在清业县的东京保健医院任院长时 我的一个朋友给我带来了一种叫做倒吸神水的液体 说是对癌症烧伤效果非常好 我当时想 烧伤等 皮肤病没有什么危险 就试了一些烧伤患者 以及过敏性皮肌的患者 确实感到他的效果不错 当时我对倒吸神水的认识只限一次 至于是否对癌症有效 在机会没有到来之前 我一无所知 但当时正好松伟区区长八角先生患了癌症 胃癌 胃被拆除了 胃虽然被拆除了 但癌细胞转移到了肺部 大约有两厘米 当时他就诊的成东医院的大夫告诉他 也就能活六个月 最多一年的寿命 他开始喝倒吸神水 喝了三个月后 他感觉自己的身体状况非常好 癌症已经好了 又过了三个月 成为医院的大夫告诉我 他好像真的已经好了 我非常吃惊 我不知道倒吸神水 是不是算得上那种无毒副作用的抗癌剂 就是说 饮用这种无毒副作用的药 就能够痊愈 这在目前的医学上是无法想象的事情 我在想 这究竟是为什么 它原理是什么呢 这就是我开始元素疗法的气因 从那之后 长肉瘤的患者也很容易就痊愈了 当然 肿瘤过大的患者 仍需要手术 我才想 到底为什么癌症好了呢 当然对我们搞医的人来说 大家都明白 这和很多药素有关联 比如说 比如说和代谢的关系等等 特别是西医已经做了很多细致的工作 其实是 我一直奇怪 为什么西医还是看不好呢 看来问题的关键 还是在于矿物质微量瘤素这些无机物上 总之 是无机物将来一定治好 那么无机物 对代谢到底产生什么影响呢 我们看看说就明白 这里有生物化学方面的说明 数上从生物化学角度上讲 担任代谢工作的是酶 酶 酶是一种蛋白质 蛋白质里面 也是有矿物质金属的 我们所了解的酶 比如说GPT 还有许多 消化酶 如乙蛋白酶 胃蛋白酶 消化酶中不含有金属 GOP GPT中有金属 SOD中也有 书中说 从事一般工作的酶 不含有金属 从事特殊工作的酶 中含有金属 就算如此 那么酶中的金属 到底起什么作用呢 书上却没有解 为什么没有讲呢 通过研究我们发现 问题出在金属的测定上 它们没能测定出来 很多酶中的金属的含量 所以人们对身体中的微量元素 几乎一无所知 就是说 二十世纪的生命科学 与生命现象 密切相关的金属微量元素 在没有被测定的前提下 发展起来 这种在错误的前提下 建立起来的医学 最终导致了医学 起不了多大作用 这就是现代医学的现状 记得大夫在自己的书中写道 您的信念是 医生的使命 就是治愈疾病 请问如何理解 我认为 医师资格 具有非常大的权利 就是说 作为医生 只要能够让人们尽快摆脱疾病 恢复健康 不管他采用什么样的方法都可以 但现代医学 连现代病的病因都没有搞清楚 所以根本无法治愈疾病 由于现在的医疗机构 只重视经济效应 无法治愈疾病 使得各种医疗器具大量出现 护士要不断掌握各种医疗器具 患者越来越多 不出现医疗事故才怪你 由于医生根本无法治愈疾病 才出现各种怪现象 因此 流程被细分化 医生会认断疾病 却不会治愈疾病 很多现象确实不可理解 比如说 癌症告知 很多医生 会很轻易地将这种毫无人性的结果 告知患者 造成许多纠纷 根本原因还是在无法治愈上 本来对医生来说 治愈疾病是最大的乐趣 而无法治愈 对医生来说 就没有什么乐趣 剩下的乐趣 只有拿工资了 再加上宣告患者的死亡日期 好像就这点乐趣 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这就是现代医学的现状 医生的乐趣已经没有了 本来这应该是医生唯一的乐趣 简直太抗贝了 大夫是说您对治愈疾病非常有自信 这是您的信念吧 这是事实 我们几乎都治愈了 只是把患者身体缺乏的 像矿物质微量元素这些物质给他们 就都治愈了 也可以理解为 由于身体缺乏某种物质 才生了病 事后经过研究才能明白 原来我们现在的蔬菜里 几乎没有微量元素的 现代病的原因只是单纯的营养失调 那么将这些营养补充上就治愈了 道理非常简单 一点都不磨蹬 现代医学根本就没有考虑到微量元素的作用 所以说用现代医学的方法 能治愈疾病倒是奇迹了 无法治愈是理所当然的 而对我们来说 无法治愈就奇怪了 治愈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疾病当然是由很多原因造成的 但是就目前困扰我们的现代病来讲 病因只是由于农业问题 带来的营养失调造成的 大家不用太担心 癌症现在也能够很容易就治愈了 大家可以前来医院咨询 可能很多人一时还难以置信 有很多疑虑 但我们已经治愈了近十五万人 这并不是什么奇迹 这是现实 是必然的结果 癌症可以治愈 糖尿病也可以治愈 过敏性疲炎 花粉症 都是可以无条件治愈的 请大家放心 我们认为 通过大家的努力 二十一世纪每个人都能够健康地活到一百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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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